臺灣師範大學曾是強教授 請嚴明我們一起趕勿 與今的結會 請繼續穩住 順天永遠 革命 它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不可以有為開始 而不是從有為開始 這就要非常重要 一個要革命的人 他絕對不是說 我就是要革命 我非革命不可 不管他三七二十一 我就要革命 這個不是真正革命的人 革命的人是說 我可以不革命 我絕對不革命 我想要革命 我還是先從不革命的途徑來努力 其實中山先生就是這樣 他絕對沒有說 我要革命啊 叫大家一起來想應啊 他沒有 他千上萬元書 他想盡辦法 最後得不到 清朝的尾印 而一看實際成熟了 大家都想有些需要 而且他有很好的計畫 那才開始做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初九爺他所講的 奉用黃牛之格 黃牛它是在很多種牛裡面 它的皮啊 是最尖牢的 你刀劍有時候都不容易傷它 所以在這裡 黃牛就代表它是尖牢不可破的 它就代表了保皇黨 代表了你要革命的時候 你首先要面對的那股勢力 就叫保守勢力 他們是尖牢的很 因為記得利益吧 它全部容許你去破壞 你該怎麼去說服它 他不聽 你去打它 你打不過它 我想這時候革命剛開始 我們很可能遭遇到的 一種境況 其實任何改變也都是這樣 當然大家會想到現在改變是比較容易的 啊一天到晚再見 但是這是一個不正常 也是不良好 將來後醫生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就先問各位啊 穿鞋子應該穿輕的還穿重的 穿鞋子當然要穿重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人就怕頭重腳輕嘛 所以現在不是賣鞋子的人 你來穿穿看 哪一種鞋子最新 最好 最時尚 結果動得每個人都頭重腳輕 那這樣能懂嗎 革命是非常之事 必有其實 必有其味 必有其才 而且你職隊的 你有那個適當的位置 你有足夠的才能 你還需要 慎慎而動 因為知識挺大 非常的簡單 那歷史上 最能夠代表最遙的人 其實是江太公 你看江太公神算啊 他會不會因為他年紀這麼大的就很急啊 我趕快啊 他沒有 他只是堅定自己的意志 一個三種搞成這個樣子 我不會把他推翻不可 可是 他不急 用急沒有用 有什麼樣子 小象說 拱用黃牛 不可以 又無你耶 江太公那個時候就號召一般人啊 就要把酸豆丸推翻掉 他第一個被抓起來 然後關到牢裡面去 就把他搞死掉 那江太公你可以當歷史嗎 你當歷史呢 你以後全全完了 江太公 他寧可在餵水釣魚 他釣魚是假的 他在等一個合適的人 出來號召 出來引導 我江太公佔有能力 我做不了這種事情 我要自知之明 所以他才能夠 使得周朝 把 殷商推翻掉 而且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維持下來 所以他叫做順天應人 無話說萬事開頭難 要改革首先就得面對強大的反對勢力 假如有人反對並不是壞事 反而改革者輕輕地認識到 改革要想成功 必須經過充分的準備 以及耐心等待 不能輕鬱妄動 那麽究竟要做哪些準備 等到什麽時期 才能夠有所損失呢 六二爺 就比較不一樣 四日乃何之 這個之啊 就是革命的對象 你要等到合適的時期 六二它應該聽誰的話 應該聽九五的話 真極 真極 真極是向上的響應 去響應 九五的號召 所以它會影響 而且無咎 告訴我們 如果 當政者 現在的領導人 由他來領導改變 由他來領導革新 由他來領導變化 其實是最有力的 你不要一下子開始 就想把它推倒掉 你就讓他有個機會 讓他去調整 讓他去改變 那要容易的土 小向他說 四日格子 行有家也 你等到 善念意志很明顯 實際很成熟 你還是不能衝動 因為還是有人會 抗拒 有人他的權力受傷了 你要想辦法去行通 你要化解這個阻礙的念 遇到 可見 這種叫做順勢而為 你看我們從不可以有為 那就進入到順勢而為 順勢而為 就是你能做多少 你算多少 不能夠急躁 不能夠煩動 這當然是客家的行為 這叫做一五家也有 六二搖 就告訴我們 你每天其實 都在不停的調整 你才會進步 所以我們中國人說 你如果能夠逐漸的 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去改善 你就用不著革命 大家開車的時候 路很直 你為什麼要輪盤轉來轉去 那就是周圍調整 永遠有變數 我就這樣調調調調 我就逼吃個早 那我活必革命 活必做大轉彎 反正開車有大轉彎 那這高度危險 那快速得落才會怎樣 所以一二也要去告訴我們 革命是很重要的 但是 你一定要記住 能夠避免 就避免 那避免怎麼辦呢 改善就好 不停的改善 你就用不著革命 歷史上最能夠看出 優惡的人是誰 就是晉朝的陶康 他把磚頭搬出去 往下也搬進來 搬出去 搬進來 好像無無聊 其實 他這個做法 只是在表現他的一種意志力而已 陶台是公平時期的獎勵 引導蔡體被變至廣州 在被變的十年間 陶康仍然以收復中原為席陣 並每日搬磚 來磨擬機制 正因為陶康後繼國法順勢而為 在最終在東晋門法僧人的社會中 以韓族子弟的身份 成就了一般事業 改革者也需要這樣的意志 來排出鼓勵 推進改革 此外 格化的九三小孩告解人們 以此鼓勵淺小 甚至獲得支持時 百合也不可能一途而救 這又是為什麼呢 九三呢 你看看 它下面是個泥掛 泥掛本身就是熱烘烘的 就是很有乾淨的 大家要從事革命的人 怎麼會沒有偉大的抱負 怎麼會沒有崇高的理想 怎麼會沒有寧可死都不放棄的決心 一定都有 這為什麼是泥掛 就是革命的時候啊 人子連晚上都睡不著了 那你現在九三 你單位 你要在鯉花的上面 那個鯉火是旺盛的 底下還只是剛開始而已 到你第三 那火又很旺了 結果什麼呀 就表示你會 性情很火急呀 做得很草率呀 為了革命 我不成功就成人啊 我身擔四足啊 我就拼了 結果 這個壞事 你看他叫真凶 這是革命的一個 一個慈激的演變 剛開始怎麼講 也沒有人聽見 後來開始有人想念了 然後你就不得了 那有可為了 可是你看 真理 真理就是說 你是很正當的 你想法不對 可是你這種行為 就是高度的危險 你目標正當 但是你行為草率 這就是我們常講的 一數都不達了 你急什麼呢 我急救有用了 你要隔顏三舊 你才有福啊 什麼叫隔顏三舊 就是說你不要抱 一次就可以成功的 這種希望 那不可能 你要準備長期的 一次 兩次 三次 才可能成功 那既然這樣的話 你就要小心 你就不會輕言犧牲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老講一句話 革命 歸到 最後的時刻 絕不輕言犧牲 因為人才太可貴了 因為這樣報復的人 是很難得的 你怎麼可以一匹一匹的犧牲他們 當然不可以 你看我們不要講別人 你講公司你新的產品 你明就說 我去推銷 不得了 幾次崩洞 把以前所有的負貧都垮 其實每個人都有這個想法 我現在不得了 索波天津 好 所有的市場商業 你如果不得了 最高 最後怎麼樣 最後跟你的議題的 那個質 啊 打開以來 商品 是要經過 一而再 再而三 不斷的改善 而不是 参促的出來 小巷說的 這句話 折言三敬 又何之意 說 如果你 一二三 你沒有辦法成功 那你能買 你是不是就放棄了 你不能放棄了 凡是變革 它一定有曲折 不可能一次就成功了 所以你就不要急以求成了 俄寡下掛的山腰深途烈火之中 本應轟轟烈烈地改革一場 卻被告解 要忍耐 要深入 那麼當俄寡進入聖化後 又該如何保住改革全國 並且繼續推進改革呢 九四 鬼王 有福 改命機 畢竟告訴你鬼王 就是說它本來是永可 九四 是陽肌陰味 它本來應該是陰柔的 你現在弄個陽剛的在站這個位置 那當然有火 那為什麼又火會亡呢 因為 你從一團 那種火 你又進入了折 那個折 就表示水火焦龍 水火焦龍的時候 你是不能不變的 你不變只有眼巴巴的看折斷的狡猾 所以這個時候 你照正常去走 往而是有鬼 但是 你能夠按照當前的情況 你做一些調整 做一些應變 你就會 把所有的鬼 都慢慢把它消亡掉 這個時候 你心懷誠信 你知道誰讓我們困難 誰讓那個水啊 雲滅而來 我不一定能得住 但是我還是堅持 這就是誠信了 你就會改變你的命運 所謂改變的命運 就是本來是好奇幻的 你看革命經做什麼 我準備 拿一人搶運 一集 一集就整個都完了 那現在我還要保存一點實力 我怎麼辦 我就開始要改變我以前的想法 它自然就會有 九五是最重要的 大人福建 對詹有福 那個詹就是詹浦 以前做大使廳就叫詹浦 其實周恩王要起兵的時候 他也是詹浦 詹浦最後是不激勵的 時未到啊 不行啊 最後是江太公說 你少問那些東西 然後 就打出一條 生命出來的 你如果真的完全相信詹浦 那詹浦的機率也是有限的 你看孔子詹浦統計的結果 最多是70%是對的 還有30%是不正確的 為什麼不正確 就是你詹浦完了 他不變 你就正確了嗎 你詹浦完了還有別人 那你是為政界的 現在就告訴你 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真的不用詹浦了 你要詹浦更 其實大人福變的意思是說 當政者 他自己下定決心 他革新 他知道你們以前所講的 我老不相信 現在我相信 他一出面 整個都改變了 因為只有他有祖國的意思 因為只有他有祖國的意思 特別想想看 如果當年 張哲浦一看情況都對 他馬上滾一下 拜天 公開說 說我錯了 甚至於拿幾個 房具是鬼 反 然後 接受 諸侯的請求 聖主義善用 提搏他們 這幫人 那還用革命嗎 那不用革命 可是傷著完會這樣想嗎 大部分人不會 他之前我接受了你 那我又怎麼辦 他想的對不對 對 應該後來立巧立的 出了一個不成分的規定 就算你是殘難 我全部全力的 要不然你 成天真意的 退位 倒殺 你一方 殺一方 因為有你在 後患無窮 有我的小將 大人普遍 行文秉諦 你跟老鼠啊 他跟龍不同 龍是見守不見人 他很神秘 我不必發威 但是從自然 我就這麼大的影響力 老虎不一樣 老虎他們單紋很慘 爛 抬出來 萬獸看著他 所以他為萬獸王 在這裡普遍 講的是什麼 是不是那個 皇帝一出來啊 哇 那個家世人大 不是 在這裡講的是正義 你要辯德 你要辯法 你要違心 你幹什麼 好正義 我的正義 公開出來以後 很輝煌 然後死得很憂惡 很憂惡 還是很慌惡 一段時間 因為你今天講的 明明是不定改的 我走得太快 那就糟糕了 那就當馬全族嘛 最後已經被施行掉了 所以我們彼此非常了解 你大人普遍 但是你還要一段時間 給他們四日來隔止 那就好了 那這樣就相對應了 當政者終於順天令人 決定得出就筆 開始實施改革措施 然而 這並不去為這改革 急遇會成功 歷史中的很多改革 都像王安市變法一樣 會有當政者的機械推進 也最終不過是彈花一切 那麼如何才能確保改革成功 改革的最後階段 又可以著重解決 什麼樣的問題呢 我們由內生外 所以才會有上流的君子暴變 這個暴風老虎也不可能 他的全身的那個花樣 都在臉上 表示表面應付 心裡從沒有變 一個是核心 一個只是革命而已 但是 這一定是一個原因 你想想想看 一個人 能夠具有上流的位置 他一定一生有很大的貢獻 九五 如果是老大的話 上流已經是大老了 國之大老 他 就算他表面上說 哎 你做得好 那這個怎麼樣 你就已經不安慰了 為什麼 因為你用小人革命 就認為這個小人不行 這個不是革命的人所 破壞 革命 它的目的 不再破壞 它是在變成 所以你沒有必要 趕進撒基 沒有必要 只要他表面上 擁護你 就算他是小人 只是做表面文章 他心中不一定服 那你要接受 為什麼 真凶 你這個時候再繼續地爭下去 連傷你都幹掉 那你變暴君了 革命還沒完成 就變暴君了 凶 是因為革命來到最後的階段 你讓趕快與民休息 不可再爭章 這才是人心 這才叫做人政 這才叫做人政 這才叫做人政無敵 你哪打 你打到什麼時候 你看小巷 說得非常清楚 君子抱變 其文貴也 孝人得命 順以從君也 孝人為什麼得命 他就表示我順你了 我內心還沒盤上過來 我還不知道我的得色怎麼樣 我以前有那樣的對位 現在還有沒有 我不知道 可是我還是順應 這個大事 我迎接你的心法 我迎接 親政 我服從 親君 這邊的親君 也就是老人 他最喜歡他的面目一見 大人復元 老君子就報點 你都知道嗎 上六 他下運九三 九三就是什麼呢 他太快 行動太快 太快 太快了 就會覺得怕怕的 你會不會一下子連我都看掉了 那我是不是利用最後的這個勢力先拼你呢 那就糟糕了 所以我們看到歷代的改朝換代 他都不達到差不多 他就開始 下令安靡 往事不救 沒有你接受心的 我們一來都接受了 所以我們再說一遍 革度是為了頂心啊 他不是一直在破壞 破壞是必然的 破壞是需要的 可是破壞之後 你要有做建設 我們接下來 就是革度頂心的頂況 react 聽他說 那在老大 喜歡 radio 是